现在漂亮的女演员特多 各具风骚 风骚是个好词 我们当一个好词去理解 比如有一位漂亮的女演员 跑着跑着 突然就红了 这一红呢 事就来了 先是跟这个 被美男 英俊的美男娶了 做媳妇 婚礼非常的奢华 于是呢 你这事好事不能做到一个人担着 于是嫉妒声就起来了 起来说什么呢 最容易攻击的 就说她长得不漂亮 人说那不是长得不漂亮 说长得漂亮归漂亮 但不是天生的 是整容整出来的 于是这女演员就非常愤怒 就说 我没有 我没有整 我没有 咱不信呢 咱问大夫 他还真就去了医院 找了这大夫 我那天正好在网上浏览的时候 就看见这一段 他居然让这大夫 捏不捏不他 捏不捏不这儿 捏不捏不那儿 捏了半天 大夫说 还真没有 这事真没有 没有什么呢 没有整容 还有一位大明星 也是演戏演了很多年 现在出厂费非常贵 所以钱很多 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 你知道这演员 一般结婚都晚 女演员 为什么晚呢 就是挑来挑去啊 感情生活历程都不一样啊 所以呢 当他最后能找到一有钱人嫁了的时候 他很希望过一种太平的日子 可是呢 哎 你这太平日子怎么过呢 跟富翁傍在一起啊 有时候这钱来的就更容易 干什么呢 炒股票啊 比如这股票啊 大股的一手啊 一手以后呢 突然啊 这股票就因为一个什么什么合并的消息 就暴涨 人家就说他啊 你有内部交易啊 大众是这个心态 看得了你演电视电影啊 但看不了你这么容易的赚钱 所以就说呢 他一定是有内部交易 所以他只好自个站出来说 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这个内部交易 我就是碰巧碰上了啊 那么这事呢 就有点怪了啊 只能这么解释 就叫无巧不成书啊 这事我真的事先不知道 那么还有一个 有一个剧组啊 过去是在小剧院演 苦哈哈的演戏 小剧场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是摸索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你上台 你觉得你讲话 啊 你演戏 什么东西有兴趣 底下直接就反映 你就可以去调整 比如你觉得啊 这个这个桥段非常有意思 你上去演 底下都没有反应 你就觉得这个就失败了 所以剧场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地方啊 结果呢 把这些经验积累起来啊 小成本弄一电影 哎 这电影弄得好 典型的逆袭成功 一开始在票房排便率很低 结果口碑很好 票房大卖啊 没多久 迅速就突破十亿 今天我们只要一突破十亿 就欢呼雀跃 这时候就有人添堵 说你这电影好归好 但是抄来的 抄一外国片 剧组的人这高兴 还没高兴完呢 就被堵了一下 所以立马就站出来说呢 说什么呢 说我没有 我没有抄袭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告诉你 我这事跟你没完 我跟你死磕 你这么污蔑我 所有的创作者 最害怕别人说他抄袭 所以从剧组的角度上 来说呢 他觉得他自个儿特冤枉 我没有啊 这是我们演艺界 我们经济界啊 也有一个大土豪 超大土豪 多年在中国大陆呢 到处不声不哈地赚钱 一个项目 圈你几个亿都不叫赚钱 一圈就圈几十个亿 乃至几百个亿 那么这些日子啊 就这些年来以后 这钱确实好赚 为什么好赚呢 因为他曾经被市场历练过 大陆这块市场是处女地 所以他来了以后 就很容易赚到你的钱 但是风水轮流转呢 中国人别的不会啊 跟人学习 抄袭这本事大爷 很快 大陆上也有很多富商崛起 就把这个利润空间 都越挤越小 人大佬有本事啊 一看啊 这苗头不好 华丽转身 所有的财产彻底受光 脚底下抹油 溜了 走了 然后就有 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啊 说 别让他跑了 这赚了赚 赚了这么多钱 撒腿就跑 这超大个的土豪 很安静的说 我见惯的事多了 我这事没有 确实我没有 你们都看错了 那么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 生活中呢 有很多这个朋友 经常说我没有 什么叫我没有呢 比如说月底 银行给他寄来的账单 一打开看 我怎么这么长啊 一看 我没有花这么多钱 我确实没花 怎么就没了呢 你看这么多 你说哪个银行的账单 能给他下寄啊 他确实有 但是他感觉没有 对吧 我们生活中 否定的事 比肯定的事多啊 今天呢 对于公众来说呢 公众的感受是 说你有你就得有 没有也有啊 我们的信任 在今天的社会中 是一点点丢掉的 信任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无形的东西 一个人啊 一个公司 一个国家 信任 信任是你社会中 最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是无形的 那我们的信任 怎么一点一点的丢掉呢 首先是食品 因为食品呢 跟我们每个百姓都有关系 只要是吃进嘴的东西 不管你吃不吃 有的人说我 我不吃牛羊肉 那没关系 你吃鱼吧 你说不吃鱼 你不吃鱼 你吃豆腐吧 你吃素的吧 你总得吃东西吧 食品中 一旦出了问题 这信任最迅速的就会丢掉 我们食品一开始是什么呢 一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最初的信任是缺金短两 你买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农贸市场回来 买东西老不够数 或者心里不够数 所以后来农贸市场 口上都设一个东西叫公平秤 你买了五斤鸡蛋 到公平秤上一腰 你看五斤 哎行 这小贩不错 给的我够数 上去一腰 四斤半 拎着就气冲冲的找人家去了 所以过去 过去中的这个农贸市场出现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这类 缺金短两 后来就不一样了 后来开始啊 高手就出现了 一开始出现的参甲呀 是乙次冲好 后来的参甲叫乙好冲好 什么叫乙好冲好 我告诉你啊 瘦肉精 对吧 瘦肉精这东西咱都没见过 他都不知道啥样 咱可见过瘦肉和肥肉 过去啊 我们穷的时候去买肉啊 老希望多切点肥的 为什么呢 肚里缺油 肥肉吃着香 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以后呢 买肉就希望一天一天买点瘦 这猪呢 也真给劲啊 就长得也一天比一天瘦 过去那瘦猪身上有瘦肉 今天这胖猪身上全是瘦肉 奇了怪了吧 过去那个我们在农村啊 说知青那猪养的肥 切开以后全是大白镖子 瘦肉很少一点 肥肉这么多 瘦肉这么点 现在那猪啊 从后臀肩那一刀切下来 皮直接贴在瘦肉上 中间一点脂肪没有 没有白肉 我去菜场看到这肉吧 我都犯愣 一开始啊 我就不明白 我自我的解释 我认为这是新品种猪 这猪就长这样 不长肥肉 后来啊 才知道 这是吃了瘦肉精的肉 那么瘦肉精对人有什么 危害呢 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不去说 但是它肯定有危害 我们想着想啊 如果你买来了 带有瘦肉精的 这个猪肉 你就心里想 过去那猪水肉啊 都算是好人了 对不对 无非就让你增加点分量 但这肉啊 还是好肉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 我就想啊 我养过猪 你们知道吗 我在农村养过猪 一年养了两个猪 养完一年的时候 我们去卖猪的时候 有一个猪三百多斤 有一个猪二百七百十斤 我们那时候卖猪 跟今天卖猪 有一个不同啊 就是他专门要把猪 到的当时叫公社 现在就是乡 到乡里去卖 他有一个点 到那天收猪 你就到那天 把猪卖给他 那猪怎么卖呢 活猪上秤腰 我记得啊 他有专人来评价 你这猪 这个专人就是摸摸这猪啊 看看样子啊 就说你这猪多少钱一斤 便宜的两毛多钱一斤 贵的三毛多钱一斤 你听这便宜吧 我告诉你 那年月猪肉才卖八九毛钱一斤 活猪腰 你想他肚子里还有屎呢 都按这个重量算 所以呢 我们大清早上起来 要把这猪卖到公社去 怎么卖呢 我印象深刻啊 猪 临终啊 吃一顿好的 我们给他熬的棒子面粥 吃纯粮食 棒子面在那个年月里 是一毛一一斤 但你知道 一毛一一斤的棒子面 熬出的粥 至少得熬出三五斤 所以熬一大锅 棒子面粥 晾凉了 早上起来 喂这猪 这猪吃第一口 就香得不行啊 就说这什么好日子到了呢 不知道死期已尽 就拼了命的吃 把那肚子吃的溜圆 高兴啊 吃的那猪都哼哼了 吃不动了 猪槽子里还有剩粥呢 不喝了 走 奔公社卖的去 估计这一顿的 吃的几十斤 你算算一猪一顿 能吃的几十斤 这几十斤全是钱呀 高高兴兴赶着这猪啊 往公社走 那猪都是赶过去的 结果这猪啊 有意思啊 它吃的多呢 它还拉的多 这一路上又撒又拉 让你心疼的呀 拉出来的那个 按我们的眼中的 全是钱 我们那时候掺点甲 顶多就这么掺 这点甲呢 到那以后 也基本都拉出去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全是科技掺甲 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苏丹红 掺在鸭蛋里 鸭蛋黄 越来越黄 变成红的 另一类掺甲是什么呢 更恶心 什么呢 皮鞋掺在酸奶里 是吧 我现在都不怎么吃酸奶 就是一吃酸奶 就先想起自个儿这皮鞋来了 所以就不怎么吃酸奶 就是它让那个 酸奶变得黏黄一点 那么地沟油 台湾叫什么呀 叫搜水油 地沟油这个东西很奇怪 它很大的原因呢 它是你的文化原因 就现在地沟油 它经过反复的提炼 它今天那个油拿去检验 都检验不出来 有什么指标不一样 但是它是心里过不去 你比如美军呢 研究一种装备 这个装备是什么呢 就是在战争期间 无论多脏的水 经过这个装备都可以喝 你撒包尿撒进去 出来都可以喝 但是我们平常时机 谁也不会撒包尿 经过它去喝吧 你心里在也有一个接受过程 这就叫文化 那么我们的食品呢 把我们的信任 把我们每个人的信任 一点一点地给挤出去了 对吧 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相信 我们自己的包装上写的保质期呢 你相信它的生产期呢 我看过很多商品 那个生产期啊 我吃的时候还没到呢 那就是说 比如我今天啊 是12月1号 是吧 我呢 一出厂就变成明年1月1号了 占出一个月去 所以到你手里有数 很多东西还没到它的出厂日期呢 所以你看到一份这个东西 你就永远不相信这上面的生产日期 那么你仔细想啊 我们今天去菜场买点菜 买点农副产品 现在说只要这东西好 只要东西没有问题 回来缺金短两都不再计较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去计较缺金短两这种小事了 那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各类复杂的骗子太多 我们都不计较那种贪小便宜 过去这也叫骗 可这种骗现在 在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 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我们的信任危机啊 我刚才说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丢失的 还有一个信任危机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骗子太多 各类骗子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 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接到过诈骗短信 是吧 诈骗电话 诈骗电话五花八门 过去的诈骗电话啊 都是尽可能的打你手机 现在有很多诈骗电话呢 专门打固化 为什么打固定电话呢 因为固定电话经常是很多老年人在家接 我妈就接过 不止一次我妈差一丁点上当 要不是银行的人负责 我妈那档就上死就上定了 一旦我妈上了档 那我就得想办法解这个套 我就得装作这案已经破了 钱已经追回来了 对不对 要不然老年人受不了这个 所以骗子十分可恶 那么今天这骗子呢 他不觉得他自个可恶 骗子是变得越来越可恶 可恶到什么程度呢 今天啊 有很多 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 这帮人呢 有一套说辞 叫这些老年人呢 都叫到比儿女还亲 过去都是叔叔大爷 大妈大婶的叫 现在直接就喊爹妈 让你心里放松警惕 我看到一个院里啊 有一帮老年人去听课 人家来大车接 说我们接去听课 去的时候都在门口喊 说这个我们都别带钱 互相嘱咐着 别带钱 千万别带钱 防止上当 咱们就去听听课 上午就去了 去了以后 中午呢 在人家吃顿饭 人家每个人免费 招待一个盒饭 下午两分钟 大车回来了 人一下来 各自奔自个儿家 一会儿又集中起来 干嘛呢 取钱 你知道吗 骗子啊 非常的厉害 他有一套完整的 心理学教程 他完全按照那个教程去走 让老年人一步一步的 跌进他这个坑 比如我那个岳父 我那岳父 我那岳父 都做谷了 现在说说他呢 这个有点不厚道 但是呢 他这个例子很生动 不说不成 他当年啊 闲着 被人家骗到一个 专门制高血压的地方 高血压 高血压没招啊 人家去了 我们有招 我们有什么招呢 我们有一个有神效 制高血压的裤衩 穿上血压 就下来了 有什么裤衩啊 一看 这裤衩啊 说是泥子的 让我看都是毡子的 后 扎人 穿上血压就下来 说多少钱呢 这裤衩贵 因为治病 这高科技 四千块 四千块一裤衩 穿上去能治高血压吗 你们听着 这都是一滑稽的事吧 人家骗子就能把这事 说圆了 说就能治 那你买这裤衩 你就问 说这裤衩 能洗吗 说能洗 说这能洗 这一宿也干不了 我要买这 治高血压的裤衩 我是不是得买俩 人骗子 拿得住 人骗子说 对不起 我们卖不了两个 缺货 只能卖您老一个 您穿这一个 就敢用 但是呢 不能脱 不能洗 你想 泥子裤衩 你穿身上 不能脱 那血压 我想只能往上走 它不能往下走 对不对 但老头一想不行 说这也不成 你怎么也得卖我俩呀 我得捣着呀 我得捣着 我总得洗呀 这一天都干不了 我不能说这薄裤衩 我洗了 晚上洗了第二天干了 说这个厚的 我得 怎么也得干一天两天呢 所以 拼了命的得买俩 你想 一个四千两个 就八千了 八千买俩 你一只裤衩 我告诉你 骗子就是有招 你穿上去了 扎的你 觉睡不着 还醒不来 你浑身都难受 你肯定穿不住吧 穿不住 你就脱了 你脱了 这血压没治下来 那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没穿 你如果坚持穿一个月 你那血压绝对就下来了 骗子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把老人给骗了 其实我们想 我们作为一个 在社会上 经常游走的人 年轻人的好处是什么呢 信息来得快 信息多 信息量获取大 岁数大的人 好处是什么呢 经验足 你很多事 你甭拿这事来骗我 我都知道 可是呢 很多事不是你全知道的 我有一回逛一小店 一小店里卖精油 现在不兴精油吗 我一看各种精油 还真行 有一种精油呢 叫沉香精油 我就看这沉香精油 现在这沉香热呀 我就拿出一小瓶来看 我说能打开吗 他说能打开 您看看吧 有多粗呢 比我手指的细多了 筷子那么粗 这么大一小瓶 大概千八块钱 我一想还挺贵的 我就拧开一闻了闻 还真是沉香那味 挺油的 他说您磨点 我就点了一点一磨 还挺香 你想想一个沉香手串 那么老贵 这点油得多少能炸出来 行 来一瓶 买了一瓶 买了一瓶呢 我就越想越不对劲 我就想啊 这沉香 尽管里得有油质物 但你要把它炸出来 这油得多少沉香 才能炸出这点油呢 我凭我们的感觉 我估计得几十个手串 才能炸出这么一点油来 你想那手串卖多少钱 这沉香油卖多少钱呢 显然不合适 巧了 让我碰见一个香料大王 这人有意思 这人从小就钻研这事 搞了一个香料公司呢 上市了 特有钱 他跟我说啊 说你那东西啊 全让我配的 他说所有的味道 我全能配出来 只要你给我样本 我一周之内保证给你配出来 他说什么这个沉香精油啊 什么香我都能配出来 我说可能吗 他说可能 说我这公司都上市了 说各种香精 可以食用的 不可以食用的 有的是可以吃的 按照国家的要求 是可以吃的 说大部分这种香喷喷的东西 都不是原始的状态 都是他们配的 哦 后来他就给我一个打天猪看 他说你看这天猪怎么样 我说天猪还可以 我说多少钱啊 说我得买贵了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一千多万 我说那怎么那么贵啊 他说您觉得值吗 我说贵了不值 他说我也觉得不值 我说那你为什么买啊 说我当时不懂啊 让人骗了 他说不是这个 自个儿这挣了点钱吗 就挪到这上面去了 你想这个社会啊 他用他的科技产品去赚钱 人家用传统产品来赚他的钱 你说一个天猪值多少钱 那就看他怎么忽悠 你怎么能把这么大一老板忽悠动了呢 我们不知道谁卖给他的 也不知道怎么忽悠的 但是知道互相之间 在买卖当中失去了信任 我有时候啊 在网上看我的回帖 做节目啊 看看回帖的好处是 跟网友沟通 这回帖上有人告诉我啊 说最近在上海 去了一家叫都督文化公司 去面试去了 他问人家说 您这公司跟马维都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马维都是我的合伙人 合伙人不能出来啊 所以这人就信了他了 就花了也不是几百块钱 就弄了个什么卡 我也倒不明白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不跟任何人合作开公司 对吧 开公司我就是名的 我不可能开这种什么都督文化公司 我网上不可能跟任何公司去鉴定 我们唯一的鉴定是在博物馆内进行的 博物馆以外我不搞任何鉴定的东西 所以网上大面积的这种广告 全都跟我本人无关 我也删不掉 我也没那特异功能 我要有特异功能 我肯定一下把它全删光 对不对 我们过去啊 生人都是可以相信的 但今天熟人都不敢轻易相信 我们今天啊 天天生活在这个有的环境中 就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但是永远听见没有的一种诉说 就是你说他有 他准说没有 信息时代呢 把这种现象就放大了 传播的非常远 公众在今天的生活重压下呢 只愿意相信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对吧 今天在一个失信的社会中啊 其实每一个人的判断 实际上都在期望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有信的社会 这有一块玉器 这玉器呢 是一大宴 大宴在中国的文化含义中非常明确 它代表一种有信 过去啊 过去结婚 第一个礼仪 第一个来上你们家敲门的 就抱着一大宴 表示什么呢 表示有信 唐代诗人王博有诗 今日龙山外 当意宴书归 就是说大宴把信给我带来了 古人认为大宴有信 春天呢 宴北归 冬天的时候呢 宴南飞 准到点 他就飞 所以古人认为 这是一个有信用的鸟 那么 唐代有一个诗人 非常有名 这个诗人呢 仅以一首诗著称 今天啊 拳堂诗里存他的诗 就不过就是十首 但最有名的诗呢 就是这首 叫克鲁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 朝平两岸阔 风筝一帆旋 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香书何处达 归宴落阳边 说的是归宴 这是香书 指的就是书信 朝平两岸阔 风筝一帆旋 这个 这一段日子里啊 大量的被引用 这个诗人叫王弯 一般人都不会知道 他的名字 你们知道的最熟的诗人 就是李白杜甫 白居易 那么 古人为什么做这种 大宴的配呢 就是表明自己的一种细腻 这件东西呢 玉纸不够白 有一道明显的柳 有一道明显的柳 这种玉纸呢 往往都是金元时期 它为什么做成这样 是因为这块玉呢 是片下来的 它当时要做一个器皿 它切这块的时候呢 就因为这个地方有一道柳裂 这道柳裂如果过长的话 这个玉就废了 它可能就从这儿完全断开 但是这个柳裂呢 只延续了三分之二的一个长度 所以后面的燕尾部分呢 还比较完整 我们可以看看这燕的动势 长镜 高昂 你知道这个脖子啊 人的脖子很重要 你看那模特儿都是脖子长 脖子长就精神 脖子长呢 约往后仰着点 这个感觉就好 你看这个燕的脖子 是往后仰着的 所以大燕的这个长镜呢 给人一种非常美的感觉 我们这时候的燕啊 经常会咸一个水草 你看它咸着一个水草去飞 我们生活中的观察 是看不到大燕咸水草而飞的 这种状态呢 是文人的一个想象 文人这个想象 并不是来源于生活 而是在生活中拔高的 金元时期 游牧民族对大燕的感情非常深 为什么呢 它依水择水而居嘛 水边经常可以看到大燕 大燕呢 每年的秋去春来 都会告知它一个春天的信息 所以做成这样一个小小的预件 随身佩戴呢 会给它生活中带来无尽的遐想 小小小的预件 然后我估认 懂得